聊商天后新小琪 睽違三年即将开唱 今天宣布家常的好消息 他也预告呢 经典的曲目一定都会唱给粉丝们听 而先前举办演唱会 却引发了退票的争议 新小琪现身无奈回应 其实是有点惊讶的 因为我觉得我有点担心 就是说这个事情 会不会影响到我之后的一个演出 这样子 可是我觉得宽宏 他是一个非常资深 而且大气的公司 其实老实说这件事情 明白的人他就明白 然后不明白的人 你怎么跟他说他还是不明白 好的那有粉丝针对之前的演唱会表达不满 新小琪说自己跟当时的主办方 也失去了联系 对方人去楼空 而这一次举行的三场演唱会 特别感谢这一次的主办方 坦言也有担心过 不过明白的人就会明白 并且也相当期待这次演唱会 能跟好久不见的歌迷们聊聊天 那以上是最新的点线消息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